骆驼欢欢 一头叫欢欢的骆驼 生活在沙漠里 每天帮主人运送货物 一个强盗看见了欢欢 就打上了欢欢的主意 决定想办法把他偷走 很快,强盗发现了欢欢特别喜欢吃青草 便在地上撒了许多的青草 欢欢不知道危险已经向他靠近 他闻到了青草的香味 馋得口水直流 这时,主人告诫他说 别乱吃东西,会有危险的 欢欢听后只好放弃了 到了晚上,欢欢没能忍住诱惑 就悄悄地走出院子 沿路吃起强盗撒的青草 不知不觉,欢欢离家 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突然,噗通,一声 欢欢被一张大网罩住了 欢欢想要挣脱 却怎么也挣脱不了 看着痛苦挣扎的欢欢 强盗举刀走了过来 欢欢很伤心 后悔没听主人的话 而落入了强盗的圈套 可已经晚了 对不起 对不起